9月28日,台湾首艘自研潜艇下水测试,并将立即展开驳岗测试,之后再进行试航。 这项自启动到完成原型舰,跨度9年的专案终于有了一个结果。 与此同时,台湾后续潜艇计划也得到曝光,今天霍利君就来聊一聊台湾即将下水的自研潜艇海坤号。 在今年22月份的时候,台湾自研潜艇就已经完成了六大压力壳船段的建造工作,当时就已经基本交付了相关装备,为了按时完成任务,顺利进行9月份的下水。 海昌工厂24小时疯狂赶工,只是潜艇舱内空间狭小,能进入施工的人数有限。 再加上压力壳为原型空间,没办法同时在各个方向施工,只能旋转压力壳施工。 在一些关键部位的工作,都是以三班岛进行施工。 台船各级主管同样分三班驻厂轮流施工。 如今,这样疯狂的工作终于得到了回报。 根据最新消息,台湾首艘原型舰在9月28日完成首次下水测试。 原型舰舰名也确定为海昆号,弦号则定为711。 在下水测试完成后,将自10月1日起在海昌工厂内进行驳岗测试,预计将在2024年4月1日前完成,之后还将进行试航。 不过台船表示,首艘常规潜艇的试航并没有设定事件表,因为这是台湾自研潜艇专案的首艘,但在明年年底之前完成测试还是很有希望的。 在试航中,原型舰将进行下潜、转弯等各项战术动作,之后便会交给海军进行作战测评,包括发射鱼雷等任务,最后才会成军入列。 原型舰海昆号将编入256战队,为了完备各项测试任务,256战队已经在7月初正式编为接舰小组。 这也是256战队自37年前,接收两艘舰龙级潜艇后,再次编成接舰小组。 至于下水方式,台湾表示,潜艇下水与水面舰艇不同,因为潜艇的艇壳有不少机密设备不易于对外显示,并且还要经过相当多的测试之后,才能真正进入水中。 在风壳完成并进行命名仪式之后,声纳等关键设备必须进行掩盖,也不会直接放入水中,只会沿用自古以来的造船传统,进行简单的接触水面。 台湾这艘原型舰,自专案开始之后历经多次改型,整体设径有3.0B版构型,3.05版构型等,在发展历程中所呈现出的构型,最终采用4.0版进行建造。 设计蓝图高达700多份,长度约70米,宽约8米,高约18米。 在早期的原型舰模型上,沿用舰龙级的十字尾翼,但到了2019年,厂区破土典礼上,原本的十字尾翼改成了X型。 这算是一个重大修改,因为X型尾翼的技术难度更高,多面控制系统也更加复杂,但海军坚持采用X型尾翼设计,原因是在台海活动的舰艇, 都需要具备坐底的功能,而X型尾翼不会触碰到海底礁石,在灵活性上也更好。 采用X型尾翼设计,这种设计已经成为新型柴电潜艇的设计首选。 原型舰采用柴电动力,不采用AIP推进技术。 这种系统可以让潜艇下潜后,在不需要外部空气的情况下,推进潜艇以较高速度航行。 大部分可分为闭环柴油机式、燃料电池式以及史特林引擎式,但不管哪一种AIP系统, 基本是各国的独门绝活,国际上也显有技术输出,除非台湾进行自研,要不然基本没希望。 但AIP系统技术难度更好,对于潮起潜艇猎装的海军来说,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所以台湾原型舰不会采用AIP技术,待首舰测试成军后,再决定二号舰是否采用。 海坤号的平衡翼配置在翻罩段的两侧,舰体两侧有大面积被动阵列声纳。 翻罩外星类似机敏集合潜艇,整体排水量2500-3000吨,配置6管鱼雷发射管,在原型舰服役后,主要武器为MK48重型鱼雷和潜射鱼叉导弹,同时还将装备台湾自研的万象水雷。 另外,台湾还有潜艇后续专案,目前正在编列预算。 由于海上专案金额庞大,猜测可能会采用特别预算的方式,连同潜艇载台建造、潜射导弹, 以及重型鱼雷多采购在内,评估总经费达到3000亿元新台币以上,将在2025年完成三艘,将采用分批建造性能小改款方式进行, 每批以两至三艘方式一起建造,最后一批建造时,会将原型舰回厂,进行性能提升,纳入规划。 台湾选择自研潜艇,其实也是逼不得已。 在20世纪70年代,台湾以加强反潜力量为目标,编列了水星专案,向美国采购了两艘切笔级潜艇。 但切笔级只能作为训练使用,因为这是二战时期建造的潜艇,年代久远。 再加上美国出售的时候,还将两艘潜艇的鱼雷馆封死,只为台湾提供了可回收的训练鱼类。 后来,经过台湾的不懈努力,切笔级潜艇恢复了火力打击的能力,但只能使用早就淘汰的直航鱼雷。 因为这两艘潜艇没有安装鱼雷赤导电子装备,无法使用先进的限导鱼雷。 所以这两艘潜艇主要担任潜艇人员训练及舰队反潜作战训练任务, 并可担任尖真、布雷及特工作战任务,但因为舰铃太过老旧,两舰都要淘汰出役。 后来在1980年,台湾又编列的舰龙专案,计划向荷兰采购潜艇。 1981年与荷兰RSV公司签约,最初计划采购6艘,但由于预算不足,难以说服台湾其他军种在军费上的妥协。 最终只能先购买2艘,后续4艘将视情况而定。 后来由于一些原因,最终只能得到两艘舰龙级潜艇。 当时向荷兰采购潜艇合约中并不附带武器采购,荷兰主要使用美制鱼雷,也无法拿到输出许可。 最终台湾只能从印尼采购了117枚德国SUT鱼雷。 为了加强舰龙级潜艇的作战能力,台湾正在为其进行性能提升计划。 全岸预计将完成三套系统提升案,其中一套为预留系统。 按照台湾最初规划,原本在2024年完成两艘舰龙级性能提升,以及一艘系统的验收测试,但由于部分红区装备的输出许可文件耽误了太多时间。 这也导致相关设备抵达台湾的时间与预定时间晚了不少,打乱了舰龙级潜艇战斗系统提升案的升级过程,所以海军调整了时间。 核定2024年完成对第一艘舰龙级战斗系统与验收测试。 2025年完成第二艘,预计全部完成需要到2027年,但升级计划完成后,整体战力就可以符合台湾外围海域水下作战要求。 在2001年,美国对台湾进行了评估,认为台湾反潜能力不足,打算协助强化反潜能力,对台湾宣布了一大批军售。 包括12架P3C反潜机,4级基隆级驱逐舰,6艘爱国者防空导弹发射车,M109A6自行火炮,MH53E扫雷直升机,AV7AE两栖突击车,AN-ALE50拖叶式诱饵,前庭使用的MK48重型鱼雷,空射型鱼叉反舰飞弹, AGM-83L,同时还计划帮助台湾获得8艘柴电潜艇,其他陆续都倒汗,唯独这8艘潜艇没了音信。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台湾自己早就不生产柴电常规潜艇了,由于美国的全球战略,所以在50年代末期, 美国最后一型传统动力潜艇白鱼机潜艇,在建造三艘之后便不再发展常规潜艇了,全部采用核动力潜艇, 以便可以跟上核动力航母为首的打击群,进行各种作战部署。 在此之后,美国国内原本生产常规潜艇的能力,也在几年内消失殆尽。 所以,在美国提出加强台湾反舰能力,为其寻求8艘常规潜艇的提议后,只能协助台湾与美国其他盟友恰够。 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,以至于美国盟友都未能同意出售潜艇,就连美国都认为,向台湾出售潜艇没有必要。 台湾想让美国协助购买柴电潜艇的想法,从2001年到2014年空等了14年。 考虑到台湾现役的4艘潜艇,其中2艘只有训练作用,另外2艘舰龙级潜艇完工交件已经超过35年, 许多重要组件商员已经消失,在美国无法落实常规潜艇出售案后,台湾下定决心启动自研潜艇专案, 在台湾自行组装制造所需的防御型潜艇,预计建造8艘。 与性能提升后的舰龙级潜艇形成一支潜艇舰队,在2014年的时候,台湾表示将在2015年对海事级实施逆向工程, 比如更换压力壳、作战系统以及主机等配件,以此来延长运作年限, 并且不排除以这些工程经验作为未来自研潜艇的基础。 2015年7月,负责潜艇事宜的海星小组再度恢复运作,标志着自研潜艇计划重新启动。 在同年8月份,台湾发布第一阶段合同设计,将在2015年年底进行公开招标选商, 预计最快在2024年建成首舰,以三年的时间来完成潜艇构型设计。 首艘原型潜艇估计要用5年建造,从构型设计到首舰建成约10年时间, 最快2024年首艘原型舰下水,在进行一年战术测试后,2025年成军。 根据此前公开的消息,台船公司在筹备各项装备的过程中, 若是发现部分零组件可以本土自制的话,就尽可能选择本土厂商试作。 除了红区装备需要从外界采购以外,台湾原型舰的自制率已经达到40%以上。 首艘原型舰从无到有自行设计蓝图建造,共投入了493.62亿新台币。 但按照台湾预计,原型舰建造成功后,至少能为台湾带来1.8倍以上的经济效益, 也就是888亿新台币的附加消息。 若是后续舰能顺利进行的话,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还将大幅提升。 因为军事投资不仅仅是获得武器本身,还可以为本土厂商积累经验, 受益的将不仅仅是台船公司,周边相关配套的生产与制造行业也能获得扶持。 潜艇上相关装备与军事技术也可以进行技术转让, 也就是潜艇技术本土化,创造更大的商业效益。 单独建造一艘的话,成本确实更高,尤其是许多测试设备、建造模具等。 但8艘后续舰的计划,却可以将研发建造成本进行评单。 就像美国生产的F35一样,生产数量越多,成本也就越低。 你们觉得,台湾什么时候会正式公布后续舰建造专案? 好了,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,我是火力军,咱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